Hello 大家好 我是二鸣 每年的315 很多品牌都会瘦瘦八斗 就怕百包 但山寨产品就像是一个法外之敌 每次过年回家 总会被各种山寨产品类的外交流 就比如说经常用脑 都喝六果核桃 这是被山寨最多的品牌 什么大个核桃 六亿核桃 然后最沉悍的六果核桃 它一定是个军事米 康帅伯 康斯补 什么营养直线 营养专线 以上是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常见的 山寨品牌 还有什么 蓝月高 漆皮狠 雷碧 大白敏 王老鼓 总之一个比较快 但是最低谱的莫过于碰瓷茅台 屌毛酒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当时我也震惊 这名字简直不能再屌了 姿态流量的屌 从包装瓶子跟细节 几乎跟飞贴茅台一模一样 这使用效果相当大 咱很多别人想让我试一下 它上面写的是什么贵州省 凉坤九月雨前公司 贵州茅台镇降强性 酒精度三度 净含量五百毫升 原料又配料高粱小麦水 还是纯粮讲究 我收到货的时候 它已经湿了 我不知道是在那下雨天还是怎么样 它瓶子也没破 就这个包装有点劣质 茅台镇传统家庭 五千年文化经典 相当几天 它上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 该产品为定制的散装产品 那散酒啊 品名最新仪 并无不来能引导 也不存在侵权 就长后样子 是吧 非常尼体 是史俗白酒行业里面的 马虎油鸟 据了解它是一个三无产品 这么容易吗 看酒没开盖就闻着一股 那种叶子的酒错误了 再躲出来看一下 这种叶子的酒馅 还起花呢 你瞧这种酒馅 很强烈的一股酸色味 倒也能闻出 些许的凉色味 不知道它是科技还是啥 我去人挂杯呢 味道闻起来就闻一天 相当刺鼻 持续闻的话 你的鼻香里面真的有点疼痛感 浅试一下 酒如其名 说实在的 咱们喝那个白酒就正常一点的 它有出处的 最起码喝起来是酒 但是这一个的话 你喝到嘴里面 会让你生了也不适 甚至就那一点点 我几乎吞得下去 我吞完去之后 又差点上来 我觉得这个酒它的到来 咱们就北的一个娱乐精神去 去拍它 这也比较符合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据说这个吊毛是一位老板 不是喝多了 还给朋友打赌 然后就本着娱乐精神去注册的 没注册下来 又不是被哪个吊毛 给捕了出来的 结果 就最前面这个注册吊毛的这个人 咱们就索性叫他为 吊毛创始人 被约谈了三次喝茶 就假如这个吊毛酒 它是一个善用产品 然后也面向市场了 我给你们一个画面 就搁了几个下馆子 然后点了一桌的菜 然后 喝的是这个吊毛酒 那喝到差不多这个酒上气的时候 大家相互倒苦水 互相倾诉 然后一哥们儿讲的 哎 今年的年度人又跑趟了 然后对面一哥们儿讲 哎呀 谁不是啊 我都被裁员了 我还有养孩子 又要还车带 又要还房带 就说说动情之处啊 然后大家 举杯供应 吊毛酒的时候 我这不敢想象的画面 得多壮观 这颇具的灰鞋意味着反差感 OK 咱们总结一下 吊毛酒 没什么好说的啊 它就是一个气味难闻 口感吉他的一款 劣质的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啊 这么一个东西 就怎么说呢 九如七米 就吊到不能再吊的 吊毛 啊 啊 congest篇 啊